嗨 各位家長大家好 我是李翰老師 108課綱即將上路 各位家長有生國七的小朋友嗎? 你們知道108課綱在課程上造成什麼樣的改變嗎? 學生應該如何學習 家長應該如何準備 再來108課綱裡面有講到所謂的 彈性學習課程 什麼叫做彈性學習課程 而且數學教材裡面還多了一個計算機的應用 這樣對學生學習數學會帶來什麼樣的影響呢? 108課綱多了一個科技領域 那科技領域怎麼學? 有教科書嗎? 學的東西是什麼? 再來就是108課綱 會不會對你升學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或是升學制度會不會有什麼樣的改變 然後最後一個就是 108課綱最著重的就是素養 什麼是素養呢? 各位家長知道嗎? 那素養應該如何培養呢? 如果你有以上的這些問題 歡迎來參加我們的體驗說明會 我們的體驗說明會的主題是 跟我們一起學好數學跟程式語言 歡迎大家來參加喔 記得填下面的表單喔 OK 掰掰